可不可以不要打我俊俏的人 現在的痛 還不到十分之一的 我演 住手 你們在幹什麼鬧夠了沒有 這小子半頭天下樓趕出來和你的路面談半夜 你幹嘛這麼捕他 對啊 你們誰在敢打我的小老闆 我就跟他拚拚 他 也好了 快點 手滴 手滴 你沒事吧 手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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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幻明太久 我們還要去找黑尾魚 你要趕快醒來 來 手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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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松霧裡修鞋子 時間過得真快 以前她穿的鞋三十號 就等著這麼大 現在這鞋四十一號 看起來像個船一樣 原來你是看松霧底長大的 她對泰的這麼惡劣 明天很不好受 真的不好受的確 叔叔 到底生物體 為什麼這麼不能相信別人 這也不能怪吳迪了 事情在前 吳迪跟他爸爸 曾經被天長的我離世給阿公公交 我還記得事情發生的那一天 剛好是吳迪八歲生命的前一天 吳迪 你在幹什麼 不告訴你 你們兩位身為天下樓的採購 居然為了賺取差額 而甚至引進不知名的食材 只要進貨的價格 沒有超過原來的預算 而且我拿的貨又便宜 我為什麼不能賺取中間的差價 當然不行 要吃食材有問題 影響客人健康怎麼辦 有人吃死了嗎 沒有嘛 既然沒有 你那麼大雞小怪幹什麼 這是良心的問題 你們還執迷不悟 不肯認錯 既然做都做了 你想怎麼樣 你們的行為 其實我應該報警抓你們的 念在你們是老員工的份上 就算了 但是離職日期可以抵生效 你們走吧 走 你的意思是開除我們兩個 好 要我們走可以啊 遣散費呢 遣散費 我沒報警抓你們 已經是放你們一馬 還敢我要遣散費 再不走我就要保全了 孫義群 你這樣一搞 我們兄弟倆 還能在餐飲圈混得下去嗎 既然你 不肯睜之眼閉之眼 我們走著瞧啊 孫老闆 你惹到我大哥了 你就保佑你每天都可以 出入平安 來 財三 我是誰 誰這麼調皮搗蛋 是 真無敵吧 怎麼了 你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 孫老爺 你知不知道 你們真的忘了 所以你們都沒有幫我 準備生日禮物 乖小孩才有禮物 你這麼愛賴床 還跟爸爸要禮物 那我保證 我明天一定不會在床 好 應有為定 去洗髮臉 爸爸再來去學校 不許騙人喔 追 剛才那兩個人的事 放心吧 沒事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想請妳幫忙 好 傷害禮物 你剛才聽到的 知道怎麼做吧 好 大老闆 選擇仁慈提亮員工 沒有想到 他們居然恩將仇報 甚至大老闆 去接無敵下課的時候 狠心地把他們倆給綁架了 雖然最後 無敵順利地逃脫了 可是也失去了 他最愛的父親 從此以後 無敵再也不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他身邊的人 我爸爸 因為被員工算計而失蹤 我媽媽因此是傷心過多 欲而重 我交好多年的女友 沒有告訴我原因就拋棄我 甚至現在 我們也是因為我的員工 才被綁到這了 你覺得我還可以再相信身邊的任何人嗎 當無敵在醫院裡醒過來以後 他知道他永遠也看不到他爸了 有好長一段時間 他把自己反鎖在廁所裡面 直接不准開門 我去坐到外面陪他 他不吃不喝 我也不吃不喝 我一直聽著他在裡面 淋上的哭泣 說無敵他才這麼小 就好承受失去爸爸的痛苦 當門在打開的那一瞬間 無敵的臉上沒有淚水 沒有表情 就像是一個穿三十號鞋的男孩 突然間一下子穿三十號鞋的鞋 那個不是他應該有的少數嗎 叔叔 我記得啊 我們家固定教肌教阿的那個王老先生 跟我說過 他說外面很多羈牙 都是被打了荷爾蒙刺激生長 他們其實都還只是小孩子 可是被逼著長大 我覺得 宋敵就像是被打荷爾蒙一樣 他其實還是小孩子 就等盲爺給他一個擁抱 胡說八道什麼 誰需要擁抱安慰 好啊 好了 我要去收拾面談了 你也早點休息嘛 腳那麼髒 一定是下過床了 松五迪這傢伙 他這傢伙